我归宜你 我信仰你 我准记忆你 最可靠的 最保险的 最安全的归宜主就是散保 苏先生罢好这个佛教的基础 关于前世故事的问题 关于业业果的问题 祈祷三宝和发菩提心的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 基础的法门 所谓的皈依 实际上名词很简单 我们从小孩子刚刚出生到 长大过程当中 他是依靠父母 皈依父母认为是他的皈依处 而任何一个部门当中 或者企业当中 员工们的皈依处就是老板 或者他的领导 而世间当中任何一个团体 他下面的人认为有一个大人物是他的依赖处 一辈子的生活要靠找一个对象 依靠他而过着生活 认为自己有一种安全感 或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有了保障 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一种皈依的含义 但实际上 我们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世间当中的这些皈依处 是不是究竟的皈依处呢 实际上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虽然疼爱自己的孩子 而企业家的老板虽然对他的员工有这种慈悲心 但是因为他自己毕竟在轮回苦海当中没有潮离 他相续里面有痛苦 烦恼 无知 愚痴等等 这样以后他自己真正能给别人带来幸福 带来快乐 也是很大的困难 他对别人带来快乐也有困难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他自己都是不懂 不懂什么呢 不懂正道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他的相续当中有自私自利的心 有了自私自利的心 不一定 他完全都是有利益众生的心 没有的 所以我们整个世间当中 为了依靠一个皈依处 最好不过的就是佛法成三宝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佛陀 他对所有的众生 就像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具有大慈大悲心 而帮助他们的所有方法 全部是精通的 具有这种智慧 还有有不共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整个世间当中 所有的皈依处当中 应该认为佛陀是最十全十美的 佛陀所宣说的法门 也是千真万确的 与我们同行的道友 也就是所谓的僧众 也是只有利益 无有任何损害 大家应该说 什么叫做皈依的话呢 就像我们在整个轮回的 茫茫无边的苦海当中 应该说最可靠的 最保险的 最安全的皈依处就是三宝 这一点大家应该有种坚信不疑 否则世间当中轮回里面 这些天边无际的众生 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这些众生从暂时获得利苦待来 究竟获得了圆满正等觉果位的唯一的方法是 谁能赐给我们呢 就是佛陀可以赐给我们 因此大家在皈依的 含义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种想法 世间当中遇到了一些恐惧 遇到危惧的时候 他会寻找一些 比如说世间的一些帮忙的人 或者造一些依靠处 依赖处 但实际上 我刚才讲的那样 这不是特别究竟的一处 因此我们大家都是要 心里面这样想 虽然我依靠我的父母 我的领导 我的主人 这些都是我暂时的一种皈依 但是他们只能解决我 人生即时念的一些问题 永久都是在这个轮回里面 获得解脱的话 那唯一的佛法生三宝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 这样的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很多人就问 你到底皈依没有 我皈依呢 你为什么皈依呢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皈依 为什么皈依佛法 为什么不皈依外道 为什么不皈依世间的各种鬼神 很多人愿意都搞不明白 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所以我想大家既要皈依 一定要从内心当中 对佛法生三宝起信心 当然皈依的方法 可能你们以前也是学过 小乘有小乘的皈依方法 大乘佛教有大乘佛教的皈依方法 一般来讲 所谓小乘的皈依就是说 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就像自己从轮回苦海当中获得解脱 佛陀就像释迦牟尼佛 佛陀所讲到宣说的四地法门 然后僧众就像平时出家人或者小乘论典当中专门讲的 阿罗汉获得四种果位的僧众 这就是小乘皈依的对境小乘皈依的时间 我什么时候离开来这些烦恼自己获得果位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大乘佛教都是不相同的 大乘佛教的皈依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乃至菩提果之间皈依三宝 这里面的佛宝实际上法僧和摄僧 摄僧里面包括宝僧和化僧 佛宝指的是三僧 法宝指的是大乘的三藏法 僧宝就是大乘僧众 也就是叫做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这些圣者们 叫做大乘的圣报 当然还有密宗不共的皈依经 但我们这里暂时也不讲这些道理 所以总的来讲大乘的皈依目的是什么呢 我和一切众生就想获得佛果 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昨天我们有些佛友问 始终是舍不得我啊 如果你舍不得我 那么我和一切众生获得佛果 而小乘皈依的时候 所谓的我离开了痛苦 这么一个差别 大乘皈依的时候 我和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无上正等觉的果位 所以说我们现在汉传佛教也是自己是大乘佛教 藏传佛教也认为是大乘佛教 可是真正的 具体的有些佛教徒 在修行过程当中并没有体现出大乘的理念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今天皈依佛门是什么呢 我要为了加力平安 我为了我的声音顺利 或者说我的功夫获得得什么奖金 发财 圣观等等 这样的一个目的而皈依的话 这是大乘佛教的皈依也算不上 小乘佛教的皈依也算不上 那它是什么皈依呢 就是人间的 也叫做人天佛报的一种皈依 这种人天佛报的皈依实际上并不是大小乘的皈依 所以现在有些人真的我看了以后 看到他们的皈依症很高兴 噢 这个人那么多的人皈依 就看到每一个皈依症就觉得很高兴 然后具体的了解你为什么皈依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皈依 我已经皈依了十几年了 那么你为什么皈依的 噢 我就是为了平安啊 我家里不要发生什么其他的 有些人说最好是我家里不要经常给家人吵架 所以我皈依的 那这样目标就没有搞清楚 我想我们既然已经学了佛 学了佛 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学 比如说我要到商场里面买一个东西 我既然已经花钱 已经来到这里要买东西 最好不要买一个威力产品 一定要买一个从质量上过关的产品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同样的道理我们既然已经皈依了佛 既然学了佛法 基本上从它的质量上从它的价值上要过关 如果你连价值和质量上都没有过关 真的是你学了一辈子或者学了那么长的时间 又花了你的精力 时间 钱财 什么都已经该花了 昨天有些道友说我为了复兴的草毒 所有该用的力气都全部用完了 所以我们为了学习佛法该用的所有力气和精力都用完了 但是你所得到连小乘皈依的境界都没有得到 我觉得有点可惜 很可惜 所以大家在皈依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首先把自己的发心摆正 如果你发心都是为了自己获得解脱 还不完全是正确 我学佛 我现在皈依佛法 我做任何事情 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这一颗心千万都不能放弃 如果放弃这一颗心 那么不能列入大乘的行列当中 总而言之 我们说简单的话 应该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弟弟确确 也有这样的 有时候我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想出家的时候 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懂什么大乘小乘佛教 我想出家人过的生活很快乐 好像在家人经常为了感情 为了一些生活 特别的痛苦 我觉得出家人没有这些烦恼 住在一个寂静的寺院里面 那我还是追求这一条路 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发心 也是非常简单 就说起来 在过一个非常清净的生活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来世怎么样 凡是这一辈子当中 最好自己不要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缠绕自己的身体 我还是当一个清净的出家人 多舒服 多快乐 是这么一个目的 但后来通过多年的学习 一致善知识之后 就是因为上师大的一些问题上 跟我们已经抉择了 的的确确 所以学佛法没有依靠上师 绝对不行的 就像开车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个人 给你进行教的话 自学的开车的几种技术 再好也是 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 自己都是不能自处的 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我们学佛法的的确确需要上师的开导 在关键的问题上 如果你没有抓住重点 虽然花了很长时间 结果一无所得 有这种危险性 最后也有可能 显得更可怕的一些深缘当中去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 我想首先大家皈依的含义 一定要明白 我想今天给大家 皈依的修法上面 也本来有比如说 小乘的一些 皈依的修法 大乘的修法 一般来讲 小乘的经典当中 皈依的修法方面 只是祈祷三宝 就并没有想前面观想什么 比如说前面观想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引擎融入自己的身相 这些都是有关在小乘的经典当中 并没有讲到的 甚至乔梅仁波切说过 在大乘的经典里面 真正前面的观想方法都没有讲 但是在密宗当中 有了殊胜的方便方法 所以我们经常所谓的皈依经 皈依经在大乘的密宗当中 讲得比较细致的 我想今天因为我们这里的主要佛教徒 一方面对丽玛派和对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都有非常虔诚的信心 按照尼玛派的皈依经的修法 中间观想为自己的根本上师 或这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莲花生大师 或者普贤王如来等等 有不同的修法 不管怎么样 哪一个教派的修法 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 只不过在显宗当中 具体这样的观想方法 这样是没有的 这是在《华严经》和有些《萨摩帝王经》 当中想了比较隐藏的方式来说 任何一个人 只要前面观想释迦牟尼佛 佛陀在你面前进行加持 大概有这方面的一些观修方法 并没有具体 特别像密宗那样 有窍诀性这样的修法 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 今天也是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 皈依的目的 皈依的方法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到底你皈依没有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汉传佛教 大家都 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 你没有皈依之前 自己认为我还不是佛教徒 大家力量比较强 什么时候皈依了 我今天开始皈依了 那么我以后开始学佛了 所以这个分的界限很清楚 这一点是很好的 那应该很好的 但是昨天有些人说了 皈依不皈依佛 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要心中有佛就可以 或者说人变成一种很善良的人都可以 其实这种说法 未经观察的一种语言 如果你真的详细观察 皈依佛和没有皈依佛之间 有非常大的差别 从功德方面也有 从自己的法心上面也有 比如说 你以前没有皈依佛 你就觉得 我不是佛教徒 我随随便便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你也照样受 受因果的制裁 会受到约束 比如说 你不管在这个国家里面 没有加入这个国家 但是你到这个国土上去做坏事 一旦也有法律的惩罚 同样的道理 你做任何这种坏事 你皈依佛也是会 你造了恶业以后 也有感受痛苦的时候 如果没有皈依佛 也有这样的 但是你皈依佛以后 你会有忏悔的机会 我是佛教徒 不应该这么做 而且你皈依以后的忏悔 跟没有皈依之前的忏悔 就是功德的效益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大家也是 因为很多人 现在我们教育的 环境有关系 还有我们人的 培养的素质 尤其是慈悲心和一些 禅修方面的培养方面 还是关系比较密切 从小都是我们成长在 这样的一个教育气氛当中 自己觉得自己的分别量 想什么都是对的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有些事情并不是 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真的在因果规律面前 前世后世面前 不一定你的分别量 才得是特别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虽然对世间法 可能有所了解 尤其是像你们 各项各业的这种人 对自己的专业 对自己的一些项目 非常熟悉 我们做的话 对我来讲是一窍不通 可是研究佛教方面 我们很多人 可能花的时间也是很少的 从小都是你读幼儿园 小学 中学 中转大学研究生 那这个之前佛教的教育 从来都没有涉及到 那么现在对佛教方面 用你的分别量来去判断的时候 往往都是成了一种外行 不太合理的 就像世间当中非专业的人 专门去研究有一个项目 那可能老小化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对佛教 虽然学得不好 但是也算是一种专业吧 就像现在的有些专业 几年当中都出来了 我们也几十年当中 诚心诚意地去研究 学习 实修 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甚深感觉得到 佛教还是需要学习 学习了佛法以后 应该从很多的 我们人非常关键的一些 关于前世后世的问题 关于业因果的问题 祈祷三宝和发菩提心的 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 基础的法门 这些是我们当一个佛教徒 必须要知道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 表面上得一个灌顶 做一点佛事 或者说 搞一种形象的话 的确是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应该说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完好的 可能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 真正的一个专业对佛教方面 比较精通的人来看 不一定这样 所以我们最近也是 不管是在各地 劝大家 首先要打好佛教的基础 外面搞一些形象的仪式 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念诵 这些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当然你有的话 这也是佛教的一种仪式 我们并不排斥 但是最关键是 我们要摆证自己的见解 如果你没有摆证自己的见解 恐怕好多行为 不一定是如法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 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的的确确心里面也是这样想 佛教自己从很多年以来 对佛教学习的体会 把体会也了解到 佛教的高深莫测 不可思议的境界 是非常让人佩服羡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有了这样的境界和快乐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生活上的痛苦 生活上的困难 烦恼 全部都是可以解决 就解决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 仅仅是人们依靠一些 现在所谓的物质的享受 或者生活的待遇来 从事自己的生活 不要说是来世 我们即生当中 有时候真的人的贪婪 人的欲望是无法控制的 他人的欲望 不断地增长 你有了财产也不行 有了地位也不行 你没有一种控制的能力 所以你懂得了佛教 前世后世也因过的这些关系 那么很多问题上 自己有了刹车 自己怎么样开 怎么样做 人生的这一条道路上 你怎么样本身 自己有一种控制的能力 所以说我都非常感觉得到 所谓佛教的知识 不可思议的加持和力量 以前自己也在学校里面 度过世间的一些 比如说有关辩证 唯物主义 哲学实相 以及现在各种物理化学等等 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但始终觉得 好像判断一个事物最奥秘的知识 好像还终有一个 没有正好非常完美的答案 有这样的感觉 但后来真正前行研究佛教之后 所有人身遮理最究竟的答案 从中可以找得到的 因此我想 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在这方面 下一点的功夫 如果你没有下一点功夫 光是从表面上稍微了解一下 这样的话 有些知识 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全部是网的九小云外 不复存在 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自己应该从你的生活和家庭的事情以外 应该空出一点时间 每天都是可不可以 空出一点时间来多学一下 多看一下 多听一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多翻翻一些书 真的对自己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不学佛教 意味地在这样忙忙碌碌的人生当中生活 那么人生几十年 很快就会过了 这样没有多大的意思 所以今天也是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 皈依的方法和皈依的殊胜性 这样的皈依 真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 如果真的有现实行射 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 世间作为容器 也是无法装的 有这种教言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一心一意地乞讨三宝 这就是我们究竟的 不欺惑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益处 很有可能欺惑 因为他的相续当中的烦恼没有断 他自私自利的心还是存在 这样以后 我们觉得 我非常相信这个人 可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不欺惑 一般来讲凡夫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永远都不欺惑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法三宝 因此我们大家从内心当中 有一种皈依的前正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整个佛字心的这些修法 最后作者无主 作了一个中解 总而言之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自己的心 观察自己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听经 我今天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看一看我的心态 我的心态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还是为自私自利 看看当时的状态 这种状态用正知和正念来观察 因为我们《入行论》的第五品当中都已经讲了 就是用正知正念 什么是正念呢 经常都是不忘善法 叫做正念 什么叫做正知呢 用自己身口意的三门 到底在做什么 平时都是要观察自己 用正念和正知来观察自己心的状态 我到底是为众生 为自己起了一个无极的心 到底起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学佛之心 就是时时刻刻地观察自己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也观察 我现在心态怎么样 我到底在做什么 你中午上班 或者做事情的时候也看看 我毕竟是一个佛教徒 我到底在做什么 又要观察自己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不能随随便便这样睡下去 还是要观想观想佛 这就是所谓的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基本行为 这个修菩提心是不是应该修空性才能够真正地证物到菩提心 就是说真正地想发起菩提心必须要证物到空性 先证物空性然后发菩提心也是有一种根机的 因为刚才你说说的那样 先证物空性之后 看见三界轮回的众生没有证物如此的空性 漂泊在轮回大海当中 显得非常可怜 然后对众生生起无畏的菩提心 这是一种根机 生起菩提心的方法 还有一种根机 先发无量的菩提心 因为这个作为助缘后来在相续当中证物空性 这种两种修法是印度藏地高僧大德门的论典堂中都有的 所以一个是先发菩提心 然后证物空性 一个一种先证物空性 然后再对无量的众生自然而然生起菩提心 应该有两种都存在 印度法师经常说那些有智的那些纸张不能够随机丢弃 丢弃了对自己的福德不好 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那些赤子 他说这丢弃的赤子对自己的福德很不好 以后下次可能就堕落了 变成没有知识 没有智慧的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平常到处是包装那些运酸的包装那些纸 应该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汉传国教很多就是学习经典的多 壮传国教好像学很多大论 像我们以前开始接触国教的时候 像宣发商人就叫我们要学三部经典 其中有互相是冷严经 法法经 还有化严经 三部 读书 我不知道做我们汉传佛教的人 就专门读这些经书可不可以 那些人都宗的荧光法师和这些法师们的传承和教言 我们作为学藏传佛教的人来讲也是非常的恭敬 我个人也是经常虽然我不是专修净土的 但是我还是也经常看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然后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 关于自治的处理方法 实际上不仅是荧光大师这样讲的 佛陀在《无闻子经堂》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佛陀说 末法时代的时候我显闻者想 你们认为是我而对他进行恭敬 应该有这么一段话 藏传佛教也是一般来讲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蚊子对蚊子作佛陀相 当然这个问题上面有些人说 是关于有了佛教内容的蚊子有佛陀化身的价值 而没有佛教内容的像世间的宝质 杂质这些不一定有佛陀的价值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从文字上看 从佛经的记载里面看 并没有说是有佛教内容的 只是说我蚊子想所以我们平时有了一些蚊子想 尽量地恭敬 当然是佛教的内容我们完全看着法盆来对待 因为我们皈依法以后佛教的一些偏言赐语的净数 这些都是要放在寂静的地方放在干净的地方 但如果平时的一些宝质这样 我都有时候也看见蚊子的话 反正有蚊子的这些就害怕尽量放在比较干净的地方 不能擦什么东西这方面经常是比较注意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经常对所有的蚊子有恭敬心 不管它是英文 藏文 汉文什么样的文字都 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吧只要观想佛陀 一般来讲藏传佛教的有些大德们都讲 这种文字这些如果你少了没有什么过失 或者放在一些干净的山 河里面这样也可以 这是处理的一种方法吧这是这样的 然后藏传佛教讲论典和汉传佛教讲经的问题 实际上所谓的藏传佛教也并不是不讲经典 讲是讲经典包括大乘的有些经典 比如说《无量寿经》还有《金刚经》 以及大乘的有关经典会讲的 但是藏传佛教讲经的方法应该是按照印度的传承来讲的 印度的传承当中直接要解释经典的话 不是德地以上的人不能讲为什么呢 因为经典有很多的现意 密意 还有一些旁俗的意义 所以佛经的意义就像龙猛菩萨和云乐菩萨那样 因为龙猛菩萨依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智慧 完全能解释佛陀的密意 而一般的凡夫人要解开佛陀的密意 要直接讲经典 非常困难的 印度有这种传统 因此印度六大庄严 二大殊胜的 所有这些高僧大德们 都是依靠龙猛菩萨 依靠这些当年得地菩萨的教言 来进行解释经典 因此印度的传承当中和在藏地的传承当中 对佛陀的经典 依靠后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进行解释 他们的密意进行解释 再进行学习 否则里面分了很多了意 不了意 我们凡夫人直接从字面上看 很多问题不一定完全能了解 当然汉传佛教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讲经典 比如说 汉传佛教自宗讲禅宗的时候 很多都是依靠后来的这些大德们的论典进行讲 净土宗也是后来的像印光大师 很多大德们的论典也进行学习 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宣王上任 印光大师他们 着重宣讲 因此这只不过传承的众识上面不同而已 实际上大的问题上都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吧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没有任何传承 你随随便便讲一个经典 这恐怕是真的非常困难的 因为佛经里面很多的了意 不了意 当时他的密意就讲四种秘密和四种密意 所以有些佛经不懂这些道理的话 你直接去字面上解释完全不能解释佛教的密意 所以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应该在众识的程度不同 究竟的密意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愿望是往生进土成佛以后来祝无量无边的有行众生 就是我这样想现在已经在宣讲的入菩萨行为 如果我以我刚刚讲的心愿要往生成佛 除了我在学习的入菩萨行为之外 我以后还可以从您的宣讲当中学哪些内容比较好 也就够了能够打好基础我去实修 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 如果你世界闻思的能力没有的话 所谓的净土中的一句阿弥陀佛是比较保险的 可以如果自己有闻思的一些基础 那么还是要多学一点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说是一句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分别 杂务很多的邪知 邪念 这些都是没办法解决的 说起来的时候很好听一句阿弥陀佛解决所有的事情 其实我们很多时间并没有用到这样的 因此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的一些老年人 有些老太太 老公公他们因为闻思的力量都没有了 没办法了知其他的只要有一种心 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 所以印光法师和当时净土宗的这些法师们 佐宗提倡的原因针对没有闻思能力的人 只说一句阿弥陀佛 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修行人 对所有的闻思都不重要 不是这个意思 高层次的法 它是不是能够摄持低层次的法 比如说格当派有些大德 他众生都在修持那个无常观 那如果说我有大圆满法的传承的话 那我修大圆满法的静观之类的那些观场的时候 那是不是已经摄持了下面这些所有法修的方法 比如说你看哪一个法学得好 不管是你入行论也好 菩提道次第论也好 就是哪一个法呢 其实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当然是 我们也知道是千经万论 所有的佛教毫如厌害非常多的 但全部要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去学有一定的困难 可是现在真的刚才所说的那样像《大圆满前行》 这些法基本上所有经论的内容已经包括在里面 所以这些上师们以窍诀的方式什么叫做窍诀呢 你如果广泛地学习那论典的数目是非常多的 但是他用简单的语言来已经归纳出来了 归纳出来那么我们最基本的先我都经常给别人强调 就是你们先好好地学一学《大圆满前行》 《大圆满前行》当中应该说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所有的这些经论窍诀都已经包括了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大圆满前行》 我们刚刚翻译出来的时候 法王爷当时在前面的序言当中也说了 《大圆满前行》是藏传佛教如何包括的 汉传佛教的净土宗和花言宗和禅宗这些观点全部都包括 你学习了这部论典之后基本上打好了基础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自己应该是关键的一个大的法 框架已经定了的话 那么有些具体的修法你在别的论典当中也可以找到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有时间有精力 多学一点也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你能学习一点音笔 学习一点中观 平时相续当中的很多分别念 很多杂乱 通过不同的对治方式来会消灭掉的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大乘佛法的一些摄持方法 实际上六度里面智慧度可以摄着前面的 而高等派的非常重视无常观 从内容方面 也摄持其他的修法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修行的境界可能比较高的了 所以它的不同层面了 比如说我人生难得修得非常好的话 那么人生难得的修法当中其他的包括都有的 在这种人面前应该仅仅是依靠一个无常观 依靠一个人生难得的话 包括大圆满的境界都是最后在他的相续当中可以出现的 这方面也可能没有什么高和低的 但是窍诀对你的相应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不太愿意观无常观 我只能观薄弱空性或者大圆满 那么我用这种法门来开悟 我如果大圆满对我来讲不一定生起真正的信心 那么我以噶当派的无常观来开悟 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多的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就是说人人皆佛 在很多时候当看到旁边的有一些事 或者是某一些人做的事情 如果觉得好像是不合自己的原则 或者是说不合大众的原则的时候 就有时候会感觉到就想发怒 你能不能给我们指点一下 看有什么方法 这个人人皆佛的这种观点 也应该是从我们终生的佛形的教度来讲 不管是高贵还是必见的人都是与具有如来藏得像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或者诸位嘈杂的团体里面经常有一些嫉妒心 嗔恨心这样的人类这就是佛经当中也有记载 包括《弥勒菩萨的经浊案论》里面也有记载 众生和佛觉悟和微觉悟的差别 我们当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 就是众生当你认识的时候就是佛陀 可是现在就像一个国王的太子 太子本来他是有王位的权利 但是他流浪到别的国家的时候 别人都没有认识而已 实际上他就是国王 以后他当王位的时候就是原来流浪的孩子 同样的道理我们众生漂泊在轮回当中的时候 实际上当我开悟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也是原来的众生 只是觉悟和迷乱之间的差别而已 所以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对每一个众生 就像以前印花法师所说的那样 看见众生看见佛这样来对待 对自己的培养慈悲菩提心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 尤其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话 那么应该培养这种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些问题应该在《入行论》当中 也是直接见解说明得比较清楚 因此应该从世上的角度来讲 每个众生都是人人见乎可以曾这样说 现象的时候当然佛陀断正一切功德 原来一切断正功德而我们众生具有一切烦恼 所以有一定的差别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认识 认识的当下实际上就是成了佛的 因此我们在实际生活操作当中 还是把众生看着佛这个很重要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闻思和修行之间有多远呢 其实所谓的实修应该有两种 有一种我一边闻思 一边修行 比如说我对利益一切众生的意念 我先闻思 闻思的同时我每天都是喘息 因为修行实际上在所懂得的这种道理 进行喘息 进行训练 这就是所谓的这种修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一边闻思一边修行 都是不矛盾的 都是可以的 我今天看见一切众生都是当过自己的父母 所以这是理论上 让我现在实际行动当中真的去看见众生的时候 我想说这就是我的父母 没有什么差别 这实际上是一边闻思 边修行的一种修法 还有一种修法 我把先闻思完了 道理全部明白以后 然后坐在一个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于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初学者到一个寂静的地方 或者在房屋里面观想 观想的时候我今天所学的知识 或者以前我所学的知识 我在心里面如何如何把它观传起来 如何修行 这种方式修行 所以我们通过闻思 最后自己获得过的距离 应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精进 和根据自己的信心来定的 并没有特别特应的界限 应该以自己的精进 如果你的精进非常不错的话 那么得的效果很快的 如果你的精进比较差一点的话 尤其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 散乱性的因缘是五花八门非常多 就是外面各种各样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外景 时日都是在疑惑我们 迷惑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有时候很难以生得起来信心的 但这些境界我们通过修行来尽量可持 然后把握自己 修行人们 我觉得你们大城市里面的人 有时候看见这么多的人真正诚心地在学习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环境你们周围身边的人 身边的这些道友 很多人不像我们在寺院里面 寺院里面我们看见的 听见的 全是除了佛教徒以外没有什么的 每个人都拿着念着 每个人都拿着转经都在闻思修行 在这种场合当中像我难度也是不好难度的 而你们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像精进也是不好精进的 旁边的人全是看见可能很奇怪的也是看着你 你那个在禅修 你在看书大家都觉得你精神有点问题 所以说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爬得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当常佛教对我们汉人很神秘 比方说那个红身成就者 就是这个人缘继以后呢 就是当中最好 彩虹 飞走了 或者就是说这地方有一些佛藏 有一些那个丧尸的可以唱的一些清张大作舞 从大海里面取出佛藏许来 从岩石里面就取出 就取出这些什么佛像的这些经典 当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当年呢 静美兹座法王 讲法的时候 从空中 像雪花一样 将来此处的四个弟子 上一次呢 从这个西藏来的 年龄比较近的这个战区的战区 我跟他讲 他说这是这个 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说的 楚大吉斯战区当时也在场 你能够给我们讲讲当时那个 降舍令的这个故事吗 他意思是讲下来的时候我再尝试 问完了吗 好 是这样的 你刚才说的的确是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 这些神秘的特点也可能 因为以前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 有些语言的歌和还有民族传统的一些歌句 很多年以来没有解开这种谜 现在通过很多方面来 包括汉传佛教的人以及东西方国家的 很多的一些佛教徒和非佛教徒 对藏传佛教的一些神秘感有着重大的兴趣 所以不少的人也有专门的研究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藏传佛教的弘胜和 藏传佛教的一些佛藏 这些方面 以前我记得法王去美国的时候 美国波士顿有一批波士知识分子 他们专门研究藏传佛教的弘胜成就 佛藏品 还有藏地的高僧大德们 这些成就的相 包括射利 金刚射利等等 这方面都有专门研究的 当然他们的研究毕竟有一种分别念学术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完全是我们佛教的一些甚深的内容 完全是用现在的学术来能观传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有些人凭自己的分别念 或者通过现在的照相机 显微镜一直研究 藏传佛教的关于佛藏和弘胜成就 很多佛教当中现在也不太了解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对藏传佛教来讲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的的确确是弘胜成就的实际实实在在存在 这个存在的原因比如说有些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行龙有一位喇嘛成了洪生成就 后来我们个别人也是亲自到现场去调查过这个事实 当时我看见在甘子日报里面 报纸上已经等了 后来到底是不是真是这样的 后来慈祯罗诸堪布他们都亲自去 大概离我们学院可能有几百公里的地方吧 就亲自去考察 而且也问了许许多多当事的人 的的确确也是最后他就成了丰盛成就 大概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堪布叫做崔王仁正 他当时因为当时佛教受到一定的唇坏 在开大会的毕度的路上也是飞往清净的刹土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因此我以前也是专门写过 红身成就 律所专门 这些都是当事人还有时间 地点全部都写得比较清楚 所以说我们藏传佛教的任何一个佛教徒 都觉得以前所谓的红身成就不甘造稀有 就像我们现在汉地的一些特异功能一样 就觉得只要你好好地修行法以后 这个肯定有这种结果大家都这样认为 第二个问题关于佛藏的问题 佛藏品这一点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的确确也是在人类历史上 有一个叫功者仁波切他在藏传佛教当中 一百里八个佛藏大师的所有作品集聚在一起 现在都是有出版的 所以看了之后真的是让人生起信心 所有这些佛藏品的蚊子 仪轨 修法 都不像我们现在凡夫人的蚊品 你看了以后 读了以后 一看都知道这个并不是一般的 凡夫人分别念构成蚊子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的佛教徒来讲 应该关于佛藏品和有些关于洪生成就的这些问题 大家都四空见惯 不甘为稀有 有这种感觉 然后在其他的一些教派当中 对这个也是现在正在研究当中 正在分析当中 这样我想逐渐逐渐通过我们现在互相的交流 沟通 逐渐我们许多的一些智者会了解藏传佛教的神秘 这一点也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种特点 佛教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殊胜 我自己也是感觉以前虽然对佛藏品的加持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后来没有一番研究之前我的信心并不是那么稳固 但后来我也看了很多藏传佛教的各大佛藏品 在我的寺院当中有一个佛藏品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 它大概是乾隆皇帝的过失 但是他所取出来的这些护藏有些在大海里面取的 有些在岩石当中取的有些在虚空当中取的 那么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分别念那样 真正包括医学包括现在的一些许多科学方面 接近的很多未来的手机全部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你只要这方面有一点研究 自然而然生起信心 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吧 现在佛藏品的有些教言并没有特别翻成过语 法国有一位法师他很多佛藏大师的仪轨和佛藏大师的 有些简历也翻译成一些法文 当时我们看见他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汉传佛教当中关于这两个学问不是特别公开 然后你刚才说的是所谓的舍利 舍利讲下的实况我也在现场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其实这个舍利我觉得应该有两种 有一种的的确确也是当时 法王如意宝开发会的时候有些 还是不管是在房子里面也好很多地方就出现了 后来我们自己也是感觉得到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屋子里面有时候在衣服当中出现 而且这个是非常坚硬的真正的有些舍利也是有的 这一点可能是当时我们并没有看见好像外面讲学一样的 大家都在现场这种情况都是没有的 但是当时在我们不少人的屋子里面出现 这种非常稀有的现象都是有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假的现象 他们很多人为了各种目的 有些是为了好的目的放生 然后到一些别的地方的有些石头 这些见起来说到处发着说这是法王加持的舍利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说关于舍利的问题应该有真的和假的都有 不敢断定当然当时法王开发会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非常稀有的有些舍利在不同的地方都会出现过 这一点也是实施的但后来在这个问题上面 可能也有出现各种情况不管是怎么样 当时法王也说了只要是能祈祷放生 能祈祷解杀放生 让人们生起信心的作用那就是有它舍利的作用 如果让人们对藏传佛教反而吸邪见 那这样的话不太好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是根据情况来决定